今天是6月9日 我们的增加一期节目 还是关于缅甸军人 最近是走投无路之际 开始征兵 但征来的兵又没有经验的军官带队 军方想到了一个奇葩的想法 就是之前已经退休的这些 吃饱喝足的这些军官们 把这些将近一千多名退役的军官 55岁以下的送往前线部队 55岁以上67岁以下 在部队后勤工作 恢复原来的部队军衔 我通过与这些退役的军官们了解到 继续在部队担任中校以上职务的这些人 其实都是与退休这些军官 有着密切的合作 实际上就是理应外合 军官利用手中的权力 退役军官在外负责经营 军人下属最重要的500集团 就是他们对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大部分的退役的军官 实际都是这些军人集团的白手套 就在2012年军人下台 除了在议会保留25%的席位之外 还在军人的待遇上 争取到了不可想象的提高 普通公务员每月的工资也就10多万免币 军人退休拿到了上百万 而且还有一些人要从500集团得到了大量的分红 还能在兼职当中的企业当中分到了许多的好处 据我所认识的一个上校军官 退役之后就担任了可以大把捞钱的某部的副部长 几年下来别墅级公寓不下 实处是他的房产 进出都开着陆地巡洋舰 生活之优越 身边跟随的一群人 吃保镖还有用人也搞不清楚 家里也是鸡喘生天好日子享受不尽 至于那些退休的将军们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都生活在阴雅湖周围 生活在这些阴壁的湖中 或者在某个度假区的某个度假圣地的某个行宫当中 具体情况我们也很难去了解 另一个是我认识的原部队后勤某部的上位军官 他今年大概应该50岁左右 退役之后行踪隐秘 住在也是高级的公寓 开着豪华的越野车路虎 家中也养着小狗 每天悠闲悠哉的度过自己的小日子 也随时有酒吧等场所在召唤着他 那他是靠什么过上了这样幸福的快乐的生活 大家只能凭自己的想象 这些已经过上了富裕生活的退役军官 在政变初期他们也感到了愤怒 也有不少的人参加了这些游行示威 他们也是开着车一路摁着喇叭滴滴滴滴 以表示心中的不满 从他们本身利益来说 他们与在职的军人有所不同 他们毕竟已融入到了缅甸人民当中 也体会了开放的感受 虽然与军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也是不希望回到过去军人的统治 这些人在军人执政期间 好处都被上级 这些上级的重要的军官们所侵占 像他们这些中下级的军官 生活是比较贫困 待遇也不是太好 若不是军人下台 他们恐怕一辈子都离不开这些军营 这些天这些军官的家属们都愁眉着脸 苦着脸 都像死了人似的 军官都已不见踪影 开的豪华车都已布满了灰尘 家人可能也没有心情去打理这样的 清理这样的事情了 尼尔莱集团这些人的思路 很是明确的 既然是在一条船上待过 哪怕已经下了船 但开砖前也要被召回 风雨同舟 说好的乘船容易 下贼船那可是太难了 我所熟悉的这二位退役军官 若不出什么意外 他们可能已经是在内比都分配了任务 走完他们该走的路 那他们能不跑吗 当然能跑 前提是没有家人 若没有财产 若是他是孤身一人 也不会选为做白手套 也不会离开部队 大概率就被这些军人早就给他送到了战场 早已成了冤死鬼 军人现在把家底都用上了 不成功变成人 这一招用完 就剩下军人集团最后的一百多号人 明昂来指挥这些将军们冲锋陷阵 子弹很难打到他 天塌下来 自有长得高的人来撑住 队伍中也没有比他更矮的人了 他应该还能活到最后 这一千七百多个军官 背着老六挟持着 应该是有战斗力 他们为了家人和财富 也会顽强的去拼命 是情不怨心不甘的拼命 会造成战局的一定的影响 这些军官经过十几年的养尊处优 头脑早已经生锈了 他们也不会生出太多的幺蛾子 军人在强行扩充过程当中 人民国防局及地方的武装 也没有闲着 他们也在招募培训更多的 这些是军人的几倍 几十倍的优秀的战士 加入了战斗 军人再怎么折腾 也改变不了自己失败的命运 这就是我的一个判断 感谢大家持续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集再见